美一紧张局势持续升级 当地时间6月2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 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领导下的机构实施制裁 对此 伊朗方面轻蔑回应称 尽管我们不知道所谓新的重大制裁是什么 但我们不认为这些制裁能对我们有任何影响 特朗普24号在白宫签署行政令时表示 此次制裁是对包括击落美国无人机在内的伊朗 近期一系列行为的回应 伊朗最高领袖应对伊朗这些敌对行为负责 此次制裁将切断哈梅内伊最高领袖办公室 及相关人员的重要财政来源 特朗普称 我们将继续加大对德黑兰的压力 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 据报道 美国财政部当天还宣布 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名高级指挥官 美财政部长姆努钦在一个记者会上说 特朗普已要求他本周晚些时候 制裁伊朗外长扎里夫 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声明称 美国对伊朗的外交孤立和经济极限施压将会持续 直到伊朗决定就一个新的全面协议开展谈判 对此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 24号在德黑兰一个记者会上表示 伊朗并不在乎美国的新制裁 所谓的新制裁不过是宣传工具 他还在推特上回应称 这些制裁意味着永久关闭与美国政府的外交通道 特朗普政府正在摧毁 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所有既定国际机制 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在其官方推特上写道 现在很清楚的是毕小队并不关心美国的利益 他们蔑视外交 渴望战争 扎里夫所言毕小队指的是 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尔顿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为首的 对伊朗态度极度强硬的人物 扎里夫此前一直指责他们在将美国拖向战争的深渊 当地时间25号 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一则电视演讲中表示 美方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制裁是离谱和愚蠢的 如果你连外长都制裁了 你们是真的想要谈判吗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仪式 俄罗斯方面表示谴责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克里姆林宫认为美国对伊朗新制裁是非法的 6月25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就此表示 中方一贯反对单边制裁和所谓的长臂管辖 我们认为一味的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 事实证明这些举措已经产生了相反的效果 并且加剧了地区的动荡 当前海湾地区缺的不是紧张和遏制 而是对话和谈判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能够体现出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 能够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通过对话协商 以和平方式来妥善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分歧 同各方一道来共同维护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另据报道 为报复伊朗击落美国无人机 特朗普22号曾批准美军网络司令部 对伊朗发动报复性网络攻击 目标是伊朗控制火箭和导弹发射的电脑系统 不过伊朗通信与技术信息部长 穆罕默德·贾瓦德·阿扎里·加赫卢米24号表示 美国确实千方百计地对伊朗发动网络攻击 但没有成功 伊朗海军司令侯赛因·汉扎迪 当天在伊朗法尔斯省参观军事设施时表示 如果他们侵犯伊朗领空 伊朗已准备好击落更多美间谍无人机 伊朗海军司令侯赛因